蔡英文为了自己的连任之路 开启内外攻击战 在民进党内与赖清德战火升温 在党外再度卖弄她的所谓辣台妹形象 左酸韩国瑜又打柯文哲 引来柯汗两人不甘示弱的回击 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里参选人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亏蔡英文是前驴技穷 本周台湾大话王 我们就带您回顾 蔡英文屡屡放出的挑衅话语 蔡英文14号大酸韩国瑜 叫韩国瑜先把市政质询处理好 还嘲讽说自己懂韩国瑜的困难在哪里 在他前面的两位市长 不认是谢长宁市长 还是陈居市长都做得很好 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事 想吞到什么样的困难 面对蔡英文的炮火 韩国瑜毫不客气立刻回击 建议蔡英文看我韩国瑜市长 在议会的答询 看完整版 蔡英文对我的质疑 她也没有回答 请问带2300万台湾民众 要何去何从 最新平面媒体民调显示 蔡英文与高雄市长韩国瑜差距拉近 韩国瑜支持度34.3% 小福领先蔡英文的28.4% 有分析认为蔡英文民意回升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营造所谓辣台魅形象 不过韩国瑜酸奇 只有权力斗争时才强悍 蔡英文对于所谓辣台魅的角色 似乎很上瘾 在和韩国瑜隔空交火后 紧接着他又和台北市长柯文哲大打嘴仗 针对台北市长柯文哲 批评他的所谓亲美抗中策略 蔡英文的回击一样酸溜溜 如果这个顾问哲市长觉得自己对国际战略有很大的很好的研究的话 到时他先讲一讲他要如何来避战这件事情 为了回答他这个问题我特别去读了孙子兵法 这个上兵发谋 其次发焦 其次发兵 其下攻城 也就是说如果要打到攻城野战那是最low的 市长你稍微注意一下就知道 就是台湾从来都不是挑衅 台湾不是只有他事的话 柯文哲还以闽南语俗语 曹猛斗公鸡来形容 批评蔡英文的战略逻辑有问题 最重要的是避战 避战 就是要躲避战 就是避战 其实参谋总长才是客战 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失身份 只是我们对他的战略非常存意 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拟参选人 洪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15号也炮打蔡英文 称其一再挑衅两岸关系 制造两岸僵局 郭台铭当天在参与节目录制时 直指蔡英文是前驴技穷 对于蔡英文近期打起经济牌 郭台铭大酸 蔡英文是大小姐出身 不食人间烟火 为了2020能够连任 蔡英文不惜一再卖弄 他的所谓辣台妹形象 四处点火 也让自己成了重视之地